基因可以決定許多事 請問夏戀哪項跟遺傳基因有關呢 A 喜歡看美女 B 討厭吃香菜 請作答 所以為什麼大家笑一下 是有人討厭吃香菜嗎 沒有 很奇怪 其實不喜歡吃香菜的人 他聞到香菜的時候 是一種臭 嘔吐的味道 跟喜歡吃香菜的人 聞到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同的 所以那個physiology一定是不一樣的 你旁邊那位眼睛僵硬咧 為什麼 大家喜歡講說什麼 不吃香菜的人 覺得他像肥皂或是他像嘔吐 沒有 他就是香菜的味道 然後就是很難聞 他沒有像其他的味道 這個跟基因有關 這是那個open reading frame 所以你也討厭吃香菜 我非常討厭 那你爸媽呢 我媽媽不吃 我爸吃 所以應該是從媽媽那邊一串 那個什麼視網膜是不是 對 他最討厭吃香菜了 他不是也是那種 大家打成誌給他喝嗎 因為大家都懲罰他 他最討厭香菜 香菜這麼香的東西 還有人討厭 對 這是基因的問題 對 我真的有 對 我確定這是基因的問題 確定 一直說話了 對 不是還有個 討厭香菜的社群嗎 社團 很紅面 那很重要 香菜是 香菜是農藥滿多的事 因為它蟲很多 好 他討厭吃香菜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沒錯 討厭吃香菜是跟基因有關的喔 當時有三萬名人呢 接受測試啊 然後他們來感受氣味的基因 燉全類的物質呢 非常的敏感 而香菜就含有大量的全類物質 所以你遺傳到這樣的基因的人呢 就會特別厭惡香菜 像博恩一樣